这个故事不管它是真的假的 对你都非常管用 只要你会用 你可以多活十年 我来讲一个 我在屈服孔子老家听到的故事 真的假的我不知道 各位听听看就好 有一天孔子有个学生 在外面扫地 来个客人 就问他你是谁啊 他说我是孔老先生的弟子 他很自豪啊 那太好了啊 我能不能请教你个问题啊 他说可以啊 他心里想你大概出什么奇怪的问题吧 那个人说 一年到底有几季啊 他心里想这个人还要问啊 四季 存孝缺风四季 那个人说不对 一年只有三季 哎你搞错了 四季 三季 最后两个人约定说 如果是四季 我向你磕上个头 如果是三季 你向我磕上个头 那孔子的学生 接下来我稳定赢的吧 就这么这样的 这个时候 正巧孔子从里面出来 学生就很高兴了 老师 一年有几季啊 孔子看了一下 说一年有三季 这个学生快下婚了嘛 都不敢问啊 那个人说 磕头磕头 他就乖乖的 磕三个头 那个人走了以后 他就问老师说 老师说 一年明明有四季 你怎么说三季呢 他说你没有看到 那个来的人啊 全身都是绿的 他是什么 他是炸猛 炸猛是春天生 秋天就死了 他从来没有看过什么冬季 那你刚才讲死的都没有 你讲三季 他很满意 你讲四季 我不要炒到今天晚上 三季 你吃点亏 喝三个头 无所谓 这个故事 不管它是真的假的 对你都非常管用 只要你会用 你可以多活十年 你相不相信 我有太多的朋友 听了我讲这个故事以后 他就很开心 碰到我都会说 以前啊 我看到那些不讲理的人 我会生气 现在我不会了 我心里只要讲三季人 我就没事了嘛 任何事情 当你要发脾气的 当你情绪很不稳的时候 三季人 你就心平气和了 这个世界上三季人太多 所以后来我们读庄子的话 才读得懂说 夏虫不可以与兵 你跟夏天的虫 你讲什么兵兵兵 那是你糊涂嘛 你跟他讲什么兵 那这不是见人说人话 见鬼说鬼话 你如果去问孔子 孔子说本来就这样 你见人不说人话 那不是鬼话两天 你万一有一天 真的碰到鬼 你不讲鬼话 你怎么沟通呢 我们都搞错了啦 这个绝对不是投机取巧 这个是随机应变